2018年,中国一共实施了超过974万例人工流产手术 其中约62%是20-29岁的年轻女性做的 而在有过意外人身经历的青少年中 高达39%的人还经历过重复流产 这些数字不仅意味着近千万消失的生命 还意味着几百万受伤的女性和子宫 有哪些科学的避孕方法能避免这些悲剧? 你应该选择哪种避孕方式? 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避孕套是最常见的避孕工具 最初出现在15世纪前后 有动物膀胱、长衣、鱼镖、龟壳、动物脚和亚麻布等多种版本 效果堪忧,价格昂贵 只有贵族才享用得起 如今的避孕套用乳胶制成,便宜可靠 但普通人用避孕套的避孕成功率只有85%左右 这主要是你自己的锅 男性在兴奋时 性器官会流出少量由尿道球线所分泌的先走液 在摩擦时也可能射出微量精液 这些液体中可能含有微量的精子 所以如果直到最后关头才戴上避孕套 那就可能导致女性怀孕 这同时也意味着 只要戴上了避孕套 其中一面就有可能沾上精子 所以如果戴反之后直接翻过来重戴 也可能导致意外怀孕 另外重复使用避孕套会增加摩擦破裂 露出精液的风险 所以如果要再来一次也必须换个新的 总而言之 避孕套是必须全程使用的一次性用品 千万不要嫌麻烦或者怀抱侥幸心理 一位负责任的身世 绝不应该让枕边人承受本可以避免的痛苦和风险 最后 但要早 摘也要早 在达到生命的大和谐后请不要过度留恋 而应该立刻用手握紧避孕套底部 并在疲忍之前完全抽搐 否则尺寸变小 也可能让避孕套内的精液露出 除此之外 避孕套大小不合适 或者长期闲置过了保值期 以至于避孕套发黏变粹 都会降低避孕的成功率 只有正确的使用避孕套 你才能把成功率从85%提高到98% 其实相比于避孕套 另一种常用避孕方法更为可靠 口服短效避孕药 女性的排卵是在下丘脑 垂体和卵巢的多方鞋坐下完成的 在末次月经结束后 卵巢会不断分泌磁激素 当磁激素累积到一定程度时 垂体便会指挥卵巢排出卵细胞 此后卵巢还会分泌孕激素 为受精怀孕做好准备 如果成功受孕 女性就不再排卵 直到孕期结束 短效避孕药的原理 就是通过摄入人工合成的磁激素和孕激素 模拟女性怀孕时体内的激素水平 造成一种怀孕的假象 欺骗垂体 让女性停止排卵 由于避免了排卵行为 精子和卵细胞根本不存在见面的可能 所以只要按时服药 避孕的成功率能高达99.7% 短效避孕药中的激素含量很少 很容易被代谢 停药后一段时间就可以正常怀孕 也正是如此 短效避孕药必须每天按时服用 一旦落服就会降低避孕的成功率 如果不想每天都惦记着吃药 还可以选择贴在身上的避孕贴 或者直接在皮下埋直一根 装有磁激素和孕激素的硅胶管 它们的作用时间更长 基本原理和短效避孕药类似 成功率也相当高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短效避孕药在亚洲地区还不够普及 但在欧洲和北美 它已经是比男性避孕套更常用的避孕措施 它们的安全性经过验证 可以长期使用 不过也要注意 短效避孕药可能带来恶心 头痛 乳房胀痛等副作用 如果在服药后出现了不良反应 请及时就医 除了短效避孕药之外 你还能在电视广告上 看到一类紧急避孕药 它的原理是通过一次性 大量摄入孕激素来抑制排卵 这主要是为了应对无保护的性行为 或者避孕套脱落等意外情况 一般需要在意外发生后的 120小时内服用 越早服用成功率越高 跟传言不同 紧急避孕药并不会对身体造成长久损伤 也没有一年只能服用几次的说法 它的真正问题是 失败率实在太高 很有可能中奖 经常使用还会导致月经周期紊乱 不适合作为常规避孕方法使用 无论是避孕药还是避孕套 本质上都是只管一时 如果想找能管一辈子的避孕方法 则可以考虑直接绝育 绝育的本质就是通过手术 切断输卵管或输精管 阻断生殖细胞的传输通道 从世界范围来看 女性绝育是使用最广泛的避孕手段 虽然现在的女性绝育术已经非常安全可靠 但仍有可能在手术多年后 出现慢性盆腔炎 输卵管炎等并发症 相比之下 男性输精管结扎手术更为简单 通常半个小时左右便可实现完成 只要注意说后恢复 几乎没有很严重的并发症 而且它只阻断精子运输 并不影响其他性功能 只要克服心理障碍 就丝毫不会影响男性雄风 为了安全地享受欢愉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科学选择避孕方法 我们整理了一份常见避孕方法原理 成功率和利弊的表格 你可以在这里回复避孕后获取 简单来说 如果对方是长期固定忠诚可靠的性伴侣 双方彼此信任 那么可以选择口服短效避孕药 或皮下埋脂等方法 如果对方不是你熟悉且信任的人 那么无论有没有其他的避孕手段 都最好全程带好避孕套 因为除了避孕之外 避孕套另一大重要功能 是防止没毒等疾病的传播 最后请无论如何 都不要使用这些不靠谱的避孕方法 它们不仅会伤害女性 对男性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比如在最后关头才强行中断性交 会带来心理上的紧张 引发阳尾 早泻等问题 还会影响中枢神经和射精中枢 导致射精困难 到了此时 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男性雄风了 而只能成为一根苗而不锈的 银样辣枪头了 呸 原来是苗而不锈 是个银样 听说一键三连者 明年今日都能找到对象 喜欢我们的话请一定要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哦 looked at一键三连 guys 一键三连全门